通修人工每天都做一些土法链钢的事情 效率应该是比较快 最后当然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删除档案 因为我们最后每一次再做一次的话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它里面已经有了 有这么多了 那我应该怎么样 先把它删掉 所以我上礼拜最后又用到一个什么 DIR的函数 这个DIR函数在VBA里面非常重要 它主要的用途就是告诉它 我哪一个资料夹的名称 这个资料夹的名称在哪里 在桌面上的VBA 底下还要跟它讲什么 你的副档名 当然你这个地方我要找的是所有信号 所有帮我找找看 DIR意思说帮我找找看 在这个目录底下有没有副档名的资料 有的话告诉我 OK 如果没有的话就等于什么 等于没有 等于没有就这样 OK 不等于没有的话表示说它里面有 那我就怎么样 哭叫 如果底下有我就先把它全部删掉 所以上个礼拜最后也有讲到 如果删除档案 那删除档案的话 如果里面有 那我就先把它删掉 那删档的方法 底下这边也有一个 其实里面最关键的地方也是就DIR DIR意思说帮我去找找看 那个目录底下 哪个目录 VBA里面有没有这些 有的话你就先帮我抓第一个 那抓第一个之后配合Keyr Keyr的方法就是把那个档案的路径 加上它的档名 帮我删掉 那这个DIR是找下一个直到没有为止 所以特别是要删除的话 你会发现现在找到有没有 有找到哪一个 找到第一班 那因为找到了 所以它这个地方 是不是不等于空的 不等于空的表示 这句话意思是说 是不是有找到档案 是不是有找 有 它回来跟你讲 有的话就进到里面 把那个档案 有没有 那个路径加上那个档案 删掉 就前面有个Keyr的方法 Keyr它 所以这个说法 你会发现丁班这边还在 如果经过Keyr 你会发现丁班就不见了 OK 特别注意 其实不是说只能够删什么 删以Sale档 以后 如果你要删那个电脑里面的什么档 其实方法也都一样 所以其实VBA还是有危险性的 如果有人要写病毒的话 甚至它也可以删一些系统档 如果一删 把所有的DL删除的话 那一台电脑就没办法开机了 所以还是有危险性的 OK 这里的话你会发现 把丁班删除了 换下一个 那这个DIR之后 它又抓到下丙班 丙班是不是有找到 所以这个有找到了 找到什么 就Keyr它 所以把丙班给Keyr掉 Keyr掉你会发现丙班就又不见了